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年會 在巴洛阿圖皇冠飯店舉辦 是有超過四百位校友到場交流 他們也特別邀請了十三位師長 共襄盛舉 會中舉行了新舊會長交接 校友會一隊帶來了整齊畫衣的表演 而理事們也帶來動感舞蹈 還有配合年會主題綠色時尚 校友們精心穿著綠色服飾 用自己的創意展現時尚魅力 在巴洛阿圖皇冠飯店 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年會 四百位校友陸續報到 其中不乏來自海外或外州的校友 還有十三位師長應邀出席 本身也是北一女校友的 駐舊金山辦事處副主長周文 以及灣區橋教中心副主任 鍾佩貞也到場共襄盛舉 在進行新舊理事會交接前 所有校友起立唱校歌 懷念青春歲月當年在校的情景 接著活力奔放的一隊表演 不論是耍槍 踢步 各個精神抖操 動作到位 此外 理事們以輕快音樂 搭配舞蹈呼口號進行交接 即將卸任會長的潘永珍表示 過去一年校友會舉辦許多交流活動 有健身 舞蹈 太極 易經班等 讓校友重新找回青春活力 隨後在眾人見證下 他將硬性交接給新會長蕭婷玉 每一女校友會有舉辦許多活動 像健身班 各種舞蹈 易經班 太極 所以希望學姐學妹都能夠一起來參加 我們校友會辦的活動 北一女校友會愛你們 希望大家也依然美麗 依然健康 北一女校友會十分重視家庭課題 因此不僅將推出家庭關懷營 今年也將校友會首次舉辦的 義賣活動金額 都捐給幫助亞裔受暴婦女的 美亞社區協進會防範家暴計畫 義賣項目除了素食餐點 餅乾籃 北一小熊 環保袋等 也有由十個校友共同花五百個小時 親手做的愛心坦 其實我們非常重視像家庭的一些課題 所以今天我們的義賣是請了 亞裔婦女的暴力中心的主任 來幫我們做義賣的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回饋給社會 尤其是幫助亞裔婦女這樣子 而配合年會主題綠色時尚 活動邀請校友現場報名 走秀活動 許多人穿著綠色配件 不是 用自己的創意展現時尚 熱鬧非常 臺灣橫觀電視黃本出 美國聖河熹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